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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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把石墨烯材料 还有其他材料 包括黑磷材料 我们经过凶势加在液体里面 一下把它的承载力提高了很多 大概承载力提高到一个机帕以上去了 所以在高承载力里面 也可以实现承载力 所以我们在不同材料里面 模糊范围里面 而且特别是承载力方面 我们现在可以 大概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到了1200多个兆帕了 那么将来承载力要走向应用 最后都要解决两个矛盾 一个就是我们要为了减少摩擦 分子间作用力要弱 但是我们作为摩擦户 运动户要承载 那么就需要在载荷下 把液体别压出去 就需要有强的分子间作用力 所以如果解决这个矛盾 就是解决超伐的一个根本 就是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超伐就没办法走向应用 也没办法走向实际 所以不同的机理 就是为了解决超伐的矛盾 使它能够走向应用 超伐实际上在海陆 空天 交通运输 其实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 运用价值 那么现在呢 把它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特别是摩擦户 做到万分之一的 从载荷运动到了计划量级的 我们摩擦户也经常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 当时亚述人在公元前 一千八百多年前 把一个六十多吨的一个石像 给搬移出去了 搬移动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中用得到水就润滑 那么如果现在实现超伐呢 摩擦系统是万分之一的话 那么也就是六公斤的拉力 一个小孩子可以拉着它跑了 所以可以说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那么从摩擦学来说 从专门取货对人来贡献 滚动代替滑动 人类自然力和现代化的工业 垂升出来 那么将来近零的摩擦和磨损 也会对人类发展 或者做出一个更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超伐的这扇大门已经打开了 希望咱们更多的青年学者 能够更加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 我们要 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提高大家的科学素质吗 除了我们做绿色的发展 能够做绿色的生活之外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的科学家 能够偷到绿色的技术 绿色的科学方面研究 为人类做出服务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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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